主料,西红柿一个,鸡蛋两个,辅量,大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西红柿一个,鸡蛋两个,西红柿切块,鸡蛋打散,大葱切碎搅进鸡蛋里,炒锅放适量油,把鸡蛋炒散,下入西红柿拌炒,加入适量酱油,盐,花椒面,因为是吃面条,比平时稍稍咸一些。 翻炒至有汤汁渗出即可,把炒好的西红柿鸡蛋浇在煮好的面条上,烹饭技巧,要想这个面更入味好吃,就全部用西红柿汤汁浇面条,别放面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